少年在海上漂流了两百多天 小船上不但有斑马和星星 还有一只吃人的猎狗 最可怕的是 船上还有一只凶猛的老虎 这老虎也是不挑食 吃完猎狗还想对少年下口 少年名叫大山 他父亲在印度开了家动物园 因为国家要把这块地收走 父亲提出把所有动物带到加拿大 因为在那里动物更值钱 说干就干 一家人就坐船出发了 船上 父亲赠给动物的食物里添加镇定剂 在大海上行驶了四天 大船来到了世界上最深的 马里亚纳海沟 大山来到甲板上 一个巨浪朝他拍了过来 大山意识到情况不妙 但来不及了 大船内已大量进水 没多久 整艘船就被淹剩下一半 家人也已全部遇难 此时动物全部都跑了出来 大山则被丢上救生船 一只斑马也跳了上去 只见钢丝断开 吊着的救生船落入海中 为了活下去 大山只能死死抓稳船边 波涛汹涌中 海中好像有动静 大山以为是人类 丢过去一个救生圈 进口一看 即是一头猛虎 大山知道 如果让老虎上来 他必死无疑 随后 跳入海中 只能眼睁睁看着 载着家人的大船 掉入大海深处 大山随即奋力游上水面 回到了救生船上 天亮后 他发现斑马一条腿断了 折腾了大半夜 刚准备躺下修起的他 脸部中竟钻出一条猎狗 大山只能拿起船桨 当防身武器 但由于猎狗太凶猛了 大山吓得只能跳到船杆上 猎狗很想把他吃入肚子 但这猎狗估计是晕船 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时 一只猩猩坐在香蕉上 往这儿飘了过来 知道猩猩不会吃人 大山将他拉上了船中 大山对着这个星辰员来了句 欢迎来到大山的房州 这时 猎狗又钻了出来 晕得不行的狗子 吐得怀疑狗生 夜晚到来 饿了的猎狗 对旁边的斑马下口了 第二天 大山发现了甲板上的救生衣 接着 用救生衣做了一个小船 这猎狗开始对猩猩发起攻击了 不一会儿 猩猩就变成了猎狗的食物 大山发怒的向猎狗发起挑衅 要绝一死战 结果半路冒出个陈咬金 船中竟藏着一个大老虎 少年正想和猎狗绝一死战 不料 出现只猛虎 猎狗还来不及反抗 就被变成老虎的下酒菜了 眼看更凶猛的老虎出现 大山只能把自制的小船推向海 接着 拿起船桨在那比划起来 结果一掌被老虎打飞出去 没办法 大山只能装死 趁着老虎没注意 大山立马跳入海中 游到自己的救生法里 没多久 趁老虎睡着了 大山偷偷把救生布袋拿走 发现了里面一堆的食物 拿了一罐吃了起来 这时 大山正看着一只老鼠目不转睛 猛虎突然醒来了 随即和猛虎周旋了起来 老鼠吓得跳到大山头上 大山则趁机抓起老鼠丢向虎口 自己则逃回救生法 猛虎也跟着扑了过去 但因为惧怕海水 又掉头回去了 第二天 大山用各种盆锯接上雨水 以防渴死 趁着猛虎晕船 大山决定驯化它 大山站到船上 对着猛虎大喊 这是自己的地盘 只要猛虎听话 大山就给它水喝 接着 大山补上了海鱼 这下终于可以吃一顿了 夜晚来临 大山看着发光的水母 甚是开心 但开心没多久 海里跳出一条巨大的金鱼 把大山的救生法弄翻了 所有食物和淡水 都掉入海中 天亮后 大山看到前方迎来了 海量的飞鱼 冷冷的飞鱼 就这样在大山脸上 胡乱地拍 猛虎也张开大嘴 一口一条鱼 其中一条大鱼 还飞到了船上 饿了好几天的大山 决定和猛虎争夺这条鱼 最终大山胜利了 在棍子的威力下 猛虎最终被他驯化了 就这样孤独的一个人 和一只猛虎 生活在海里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海面上 一群海豚一跃而过 远处出现了一艘船的声音 被困大海几个月的大山 好不容易看到一艘巨船 他拿出信号枪 连续地发射了两枪 但船都没有回应 随后消失不见了 黑夜来临 大山回头看了看猛虎 幸好还有他陪着自己 几天后一场狂风暴雨袭来 大山大喊 老天爷呀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随后大山和老虎躲进了船内 小船被折腾了一晚上 猛虎虚头地躺在一边 大山则走过去给了他点水喝 但没啥反应 大山忍不住哭了起来 所有东西都毁在了 昨晚的狂风暴雨中 或许等来的就是导演安排的盒饭吧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大山醒来后 发现船停在了一个小岛上 大山发现岛上的东西可以填肚子 走进去岛里面 大山看到无数的狐猛 随后看到一圈一圈的淡水 大山则畅快地游了起来 密密麻麻的狐猛给猛虎大餐一顿 天色逐渐地暗了下来 狐猛不知道为啥猛地往树上跑 大山也是很梦圈 傍晚 大山看到白天的淡水 变成了具有腐蚀性的液体 随后 在果实里发现一个人类的牙齿 他这才明白 这是一座食人岛 天亮后 大山装满了食物以及淡水 随后带上老虎离开了这里 再次地经历了重重艰难的旅程后 终于在墨西哥的海岸停下了 筋疲力尽的大山 一头躺在了海滩上 这猛虎也是头也没回地钻进了林子里 没多久 大山就被几个人救了下来 医院里 人们问起他这次的事故 还表示 这个神奇的食人岛压根不存在 这两人以为大山脑子嗅豆了 不要胡言乱译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看到这里 也不知道大山是真的经历过这些 还是自己猜想出来的 我是湘南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 关个注 谢谢